恭喜恭喜杨采妮今天正式公布结婚写训 即将下下旧爱邱少志 90年代的玉女杨采妮与旧爱邱少志几经离合 这一段恋情让杨采妮一直不能忘记 并多年来也鲜有绯闻传出 几只杨采妮与邱少志再度复合 男方也曾求婚 不过杨采妮为原导演梦而未有答应 直至杨采妮完成处女作指导电影圣诞玫瑰 邱少志以动人情话终于打动一人答应下架 让这段多年来经历风浪的恋情修成正果 难言代价新奋心情的杨采妮 今天出发出与未婚夫的甜蜜游泳罩外 还在微博贴文宣布将为忍气的结婚消息 此外有报道指杨采妮与本周六 在新加坡的五星之酒店举行婚礼及婚宴 而杨采妮为贯彻低调作风 以电话邀请于20位圈中好友出席婚礼 包括张志玲 袁永宜 李星杰 梁永吉 许如云 孤富城 徐克 诗男生 张志亮和经纪人姚依珍等出席 杨采妮的微博贴文 我想先献使大家自我出道以来 具有的关心和支持 我一直心怀感激 此刻我有一个喜训愿与你们分享 我与生命中的另一半要结婚了 纵然我们曾分隔两地 忠心鼓励对方为各自的事业而努力 如自由互相关心和支持 渐渐发现这份亲厚感觉 有如家人般的存在 是我们决定要踏进生命的另一阶段 在人生路上一起继续学习 对于这份难得的缘分 我俩心存感恩 亦想借此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于我在私人感情世上 希望能保持低调 而基于体谅和尊重 你们的善意我是知道的 感谢各位的祝福 我也衷心祝愿你们 一切平安 愉悦 祝福 东星娱乐 整理报道